为了将中医中药文化传播到千家万户 南京同仁堂将同仁堂开到所有百姓的家门口 与此同时 为了更加快速地传播健康 南京同仁堂品牌及医药文化首席顾问王亮医生 创办了南京同仁堂的健康科普栏目 观养学堂 观养学堂未来只做一件事 管千年上医智慧 养百姓长寿之道 用最古老的中医中药智慧 养护千千万万百姓的健康长寿 美好的愿望 需要实干来做支撑 南京同仁堂观养堂 是我们将企业伟大愿景 真正落地的具体方法 发展南京同仁堂全国连锁社区养生店面 是未来我们将企业愿景实现的主要布局 南京同仁堂观养堂 所有的社区养生店采取线下体验 线下服务 线上教育 线上成交的商业模式 帮助所有实体创业老板 建立起自己的养生大健康事业 线下一个店 线上十个店 线下三百人 线上五千人 我们用最先进的社群管理系统 看视频 答题 领红包 为每个门店社群进行赋能 在社群运营的每个环节实现智能化 南京同仁堂以布局开店加抢占私欲企业发展战略 必将在整个大健康产业开启一段健康产业的神话 二零二一 东风已起 失事以来 我们携手共创 大健康辉煌 南京同仁堂 是一家有文化 有温度的公司 我们的价值观 以干取胜 以得心业 以食阳明 以爱成就 同修仁德 济世养生 做中国人 值得骄傲的民族品牌 是全体男同仁的 传承愿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